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港澳和内地虽然是一关之隔,但总是给人感觉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甚至有人会觉得是天堂和地狱的分别 我最近这几年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港澳人去到内地,无论生活还是做生意的,回到来总是赞不绝口的人比较多 但其他人会抱入一种目光,觉得他们是被逼的,甚至叫这些做奶共 相反,如果有内地人去香港生活,反共的话就会被当成理所当然,叫这些做觉醒 如果觉得不喜欢而回到内地的话,他们就会叫这种做劳性的心态 当然,大家都不一定想去了解他们背后的种种原因 只是希望听到一些自己想听的答案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位来自广东的网友,他在香港生活了12年 也将在未来两集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解答大家关于两个地方生活和文化差异等等的迷思 这集横跨的内容包括,当时为什么他会选择去香港呢? 现实和幻想中的香港有什么差距呢? 港剧对广东人有什么影响呢? 在香港有没有感觉到文化差异呢? 香港人和内地人有什么矛盾的事例呢? 香港人又有多不了解内地呢? 他在香港又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好人好事呢? 香港人到底是活在水深火热,还是身在腹中不知腹呢? 香港又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呢? 有没有什么真相,他去到香港才知道呢? 他又如何看香港的黄丝朋友呢? 又有没有成功将一些身边的人带出这些思想的船祸呢? 除了与家人的相处时间之外,有没有觉得自己在香港失去了什么呢?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与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面积不雅 刚才开始之前提醒你,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按钮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铃铛,选择全部,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都可以去到Chunk Stock Call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或社交平台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妨大家太累了,去片! 喂? 你好,第一次打来,又要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我阿庄 阿庄你好 我本身是广东人来的,我是在广州大学的时候来香港读书 现在在香港已经12年了,大学毕业之后我一直留在香港工作 现在第12年我已经决定准备回流回大陆了 在暂别香港之前都想分享一下我在香港12年作为学生,作为打工人一些经历 你的广东话非常好,没有广州的音调,说得很不错 可以有的,可以有的 我刚才没有听错,12年来在香港? 12年,我10年高考考过来香港 那时为什么会去香港? 因为作为一个广东妹,我从小很喜欢看TVB 然后是 有没有发觉被电视机压了?也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说,其实对香港一直是有一些文化雷镜的 是会喜欢和香港这个地方 而且是不会觉得是去了其他地方读书 老实说,每一个广东人可能都有一个在香港的亲戚 香港梦? 不是说香港梦,应该是说对这个地方有好感 很有趣的,信任我的人生希望有一段时间是在香港度过的 是有这样的愿景的 所以当时也没有偶尔太久,家人都很支持 所以就来到香港读大学 我想问一下,你来到香港 跟你幻想之中看港剧的香港,有没有不同?有没有差距? 而你要说差距其实是多的 但不是大家想的那种差距 其实我觉得都很因人而异的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 港剧里面呈现出香港的那种活力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我是感受到的 到现在来说很多的大陆观众 其实对可能近年的港剧少一点 但是对可能9000年代的港剧 都依然是十分之有好感的 因为当时很多港剧所呈现的那种很进步的思想 当时对于大陆的观众来说是耳目一身的 我以前没有在电视上看过这样的角色 其实港剧对于很多的大陆观众来说 在这方面是有启蒙的作用的 启蒙的作用 启蒙的作用 那时没有什么娱乐的 你要知道 即使是国语配音的港剧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的影响都很深远 阿庄是90后还是80后 90后 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文化差异 就是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的 或者你会觉得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觉得很棒的 内地没有的 有什么文化震撼 我觉得从学生那时开始 因为一度即场 其实都渐渐又有不同的体验 在学生的时候来说 其实刚刚来的时候还没有很感觉 因为刚刚来的时候还处于一种 很多其他大陆的同学都没有讲白话 但是我们已经有一些优势 那时我们是广东的同学一帖人 会帮其他省份的大陆同学 一起去可能学一下一些基本的广东话 就是帮大家去 fit in 漸漸地融入了大学生活之后 就是10年一直到19年期间 老实说那段时间 你感觉到其实香港的同学 对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还有有时候可能会流露出一些 不是那么友善的情绪 歧视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很难真的用到那么绝对的字眼 但是作为一个广东的同学 有时候如果我不讲 是会有香港同学以为我是香港人的 那会因为这样的原因 可能导出真心话 那时候是试过 有时候我们可能有几个人 坐下聊天 有一位女同学 其实他和我不认识的 他是香港的同学来的 他居住应该是大陆人的 两个人觉得可能不是相处得那么好 他以为坐下坐下都是开心的 他就很激动地和我 很想杀了我实有 是 他很激动 他应该不是那一刻的情绪上来 就说了出来 那时候有个师兄 师兄是知道我是大陆人的 那我们没有直接道破这件事情 因为好像说出来很尴尬 但是事后我们离开了那个讨论之后 师兄就追着我 对不起 让你听到这些事情 其实师兄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但是那一刻 我是感觉到 会有同学可能会放大了那种情绪 你可能只是一个室友之间 普通的小小的磨擦 但是他会把它放大到这样的程度 而且他可以觉得 他事无忌惮地说出来 是不会有人去指责他 他有这种说话的安全感在里面 感觉好像有点排外 是吧 这是很极端的来自 其实多数的香港同学 我觉得比起歧视这么严重的字 我觉得更多的是不了解 就是说他会停留在某一个 他觉得的大陆 我都不要说是过去 其实就是根本是不存在的世界 也是一个幻想中的大陆 所以跟他们是会难溝通的 就是你好像无论想和他们说什么 他最后都会转移到一个 政治 你们是一个强权政府 我想说含义百财 最后都会变成共产党不好 不知道怎么都会变成这样的问题 然后他们会 assume我回到大陆 就是好像从天堂回到地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今年我决定回到大陆 其实我也是想多时间陪家人 我跟朋友说 其实都会有人说 我希望你好好地 好像我回到大陆 对了对了 好像是关心你 但其实你有一种很强烈的 是他在阴阳怪兴的 这样的感觉 以前也有听其他同学说 有香港的同学去大陆 去大陆参加活动 比赛 进来的时候会有一种 绝地行传的感觉 我两个心里还在里面 我的人还完整整 没有穿梦 你不开心 肝还在里面 走一圈 不夸张 对了 第一个就是自己排华 排得很厉害 第二个就是政治上路 无论去到什么 最后都是归责在政治的问题上 刚才听到你回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家人 陪家人 因为疫情期间回家变得困难了 没有疫情期间 真的越港一家亲 可能我一 weekend 都可以回家 就觉得很久没有回家 对了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 我连续两年都只是过一年才回到去 所以都会错过家人很多重要的时刻 即是结婚生子 我都不在场 所以其实是遗憾的 还有家人家年纪都不小 香港我随时可以回来 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觉得 我从此永别在香港再见 OK 即是你会再回来的 也不是说一定 一定会回来 因为我永远是一个option 即是我的人很open的 即是什么时候有机会 我就再回香港 但是这个moment 我是回家的 我继续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些好的东西 刚才说了两件不好的东西 排外 政治上路 有没有好的东西 是你觉得 即是香港这个地方 这个小城独有的 有的 跟这边的司长也好 或者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事 其实我觉得是会容易聊起来的 可能是他们对大陆有一定的了解 和亲身经历的前提 就是会感受到他们对我的关心和谅解 还有我觉得其实香港很多 对我本人很好的人 他可能立场是跟我不同的 即是可能他本身是激旺的 但是我搬家他会来帮忙 即是这样 即是有些真正的朋友 是撇除立场跟你做朋友的 有很难说的 只是其实我可能不跟他谈的 因为谈了可能就做不到的 都好 你找到相处之道 有些不是的 立场先行 就是你内地人 我就不跟你做朋友 我不会觉得他们是怀人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因为他们的政见 一旦把他们打倒 我觉得其实我变成了我最讨厌的敌人 所以我可能会内心觉得 为他们的立场感到遗憾 但是平时的相处 和我也有很多同事和朋友 在各方面照顾我很多 我都感谢你 所以其实在香港这么多年 讀书也好 做事也好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贵人 遇到很多贵人 还有平时在香港生活 总体来说都是快乐的 就是可能下街买菜 吃餐饭 就是和一些服务行业的人 跟一些服务行业的人 其实都是点滴的快乐 我很喜欢这些小时刻的 那这里 就未必一定是说 香港才有这个时刻 但是我觉得是 香港在我眼中很可爱的地方 还有香港人自己反而不知道 这个地方有多好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他是和一个香港的同学 一起去美国访问的 代表学校 当时是在西人面前 很急切地去说 你们美国有多好 然后香港有哪里比不上 但是其实我那一刻 甚至是想按住他说 不要啦 你其实香港有多好的 你不要这么说 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立场 就是他好像想在美国人的面前 抱怨一下 但是我觉得很多地方 其实香港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好 你包括讲最基本的 港铁 虽然大家常常在骂港铁 但是作为一个服务城市 地铁的系统 其实港铁真的很好 是很多城市都羡慕不理的 那时候我们有美国交易的同学 来到香港 看到我们的地铁是真的 难以置信的 是不敢相信 原来世界上有这么漂亮的地铁 是 可能在纽约或者是他在加州过来 他觉得 怎会这么干净的 又没有老鼠又没有垃圾 又没有尿味 是的 是的 而且又可以这么准点 又这么现代化 他会觉得很羡慕 香港其实已经做得很好 也不是说最好 可能有改进空间 但是好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自己要珍惜 要感觉到骄傲 还有港铁发烧 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班 就是开个新站 然后会早上四点去充集 我觉得很爱 总括一下 就是友善 还有有人情味 是不是 还有什么文化上 你会觉得是 比较有趣 或者比较好的地方 作为一个女性来说 我觉得香港对职场女性 那个保护是比较完善一点的 是的 我在这里工作生活 我会有比较大的安全感 不是说大陆完全没有保护 但是很多时候 还处于一种摸索的阶段 就是说好像有个条例在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用 还有你不知道用了又没有用 真的有时候是会有个迷茫 在香港反而我不会太担心这件事情 老实说 我是有摸索的 就是我亲身经历的 那个详情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全程我是很有安全感的 就是我没有感觉到 有一种被审视 或者是敲问 就是没有一种这样的情绪 全程我都是比较舒服的 就是我摸被人探住手 这件事来说 好 刚才说了很多生活好的地方 好的东西 有没有一些不好的呢 就是觉得很不方便 或者是结构问题 有没有这样的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刚好我来香港回大学的这几年 其实就是大陆在线支付兴起 和快递物流的网络 逐渐稳固的这几年 所以那几年 我是每次回大陆去探望爸爸妈妈 都会发觉他们又开始玩一些新东西 而且我这些是玩不到的 我每次回去都好像我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原来可以不用带现金出街了 原来有什么快递就在楼下可以收的 是 就会觉得那种方便是 看见到 但是回来香港是未有真正的体验到的 对于我来说 又不是影响真的那么大 只不过我觉得 可能是香港有一些限制的地方 令到它很难这么快去发展这方面的业务 你好像香港你没有小区这个概念 你回到去 很多东西都是以小区为一个unit去做事 是的 还有不用翻墙 其实对我来说都方便 是的 就是资讯比较流通一点 透明一点 是的 流通 是的 当然资讯你利用不好 你都可以很稳实的 没错 好想好奇问一下 你觉得你十二年在香港 香港给了些什么 你觉得 我觉得确实是拓展了我的眼界的 不单只是说拓展了我 和香港出发对世界的看法 亦都拓展了我对我自己祖国的看法 我有反思过自己 其实我曾经可能都是那种 会容易给黄丝洗脑的那一类人 就是我最后没有 但是我觉得可能和我有相似背景 和我是有这个危险的 因为以前从大陆过来的同学 如果本身已经是对自己的政府 是有一些不满的 有一些想法的 那他们其实来到香港的话 会很容易带入那个漩渦那里 老实说 你任何国家的公民 是不是都会对自己的政府 多多少少有些情绪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 无论喜欢和不喜欢都会有的 是的 是的 无论你是什么制度都好 你骂政府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合理的行为 但是在一个新的环境 他觉得突然间资讯爆炸 突然间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未知的真相的时候 其实是会被人带动了那种程序 去加之利用的 是 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客观去看待一些 可能国内发生的一些负面的新闻 是 是会有这样的危险的 就是我当时是 我当时是 distract了我自己 然后渐渐去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 就是我当时很喜欢 去关注美国的政治新闻 就是去关注了另一样东西 你是读这科的 还是 你纯粹是 我读这科的 OK 是的 纯粹是因为觉得有趣 所以去关注其他国家的政治 然后就会觉得 很多东西你可以画一个等候 你明白了那个equivalence 之后 其实你就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幻想 你不会觉得这班人就是 就是革命的先锋 会令到我们走向 就是你都根本不是代表 社会的大众劳动的人民 你最终你一事无成 就是和那时 国外的媒体去报道他们的口吻都很好笑 就是有时看回都觉得 怎会有人被这样说服 刚才听到你说 听了很多 好像后期才知道的一些真相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有些什么是你觉得在内地是不知道 而你在香港知道了 我自己可能就未必有这么多的 因为我自己即使是来之前 其实我的消息都不闭塞的 但是如果是有同学 真的刚刚从大陆过来 好像文革或者六四事件 其实这些对他们是会有迷惑性的 就是未必说一读到这些事件 即刻就转开 也不一定的 但是可能令到他会有一种困惑的情绪 如果他本身都是觉得 对本地的政府 可能有少少想法的时候 就容易会被带入那个船窝里面 就是说就是会很难出到来的 因为他会觉得他的初衷 可能就是我想那个国家好的 但是你在局外看 你就会觉得 哇 这样也相信的 但是你当局者迷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要理解他们的心态 你才可以再想办法去说服他们 包括我觉得就算是香港人也是这样 你是有办法可以将他们带出这个船窝的 你不可以说永远 死守着那几个事件 然后去不断地重复重复再重复 因为我有时候和香港同行交流 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就是我发觉他们对中国的近现代史 是有一个断层的形式的 1949年中国有一个成立 然后立刻就文革了 文革完之后 立刻就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立刻就现在了 中间无法失用的事情 是很断层的 你是没有办法和他们解释 文革结束之后还有这个改革开放 那十几年是充满着活力 你没有办法和他们解释 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这段时间存在 很难和他们去谈历史和社会的转变 因为他们的意识是不充分的 所以不知道where to begin 真的会有这样的困难 但是我觉得相互了解一定是改善关系的前提 就是说一定要对彼此的立场和背景要有好奇心 如果连好奇心都没有 那就糟了 好 我就问一下 你感觉上和他们交流之间 他们是真的无知 还是他们不想知 或者直白一点想 你觉得他们这么多的意见 是想我国家好 还是他们这么多的意见 是想我国家死 不同的 我也是有意见 但是我不希望你生存 我是希望别人帮我手搞定你 还是你觉得我提很多意见 是真的很想你改变的 很想你好 我就很乐于承认 很骄傲自己的中国人 你觉得似是哪种 我觉得是想我们死 很老实说 因为想国家好 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不同的 他会很认真地去探讨这件事情 但是他如果只是想一个很简单粗暴的方法 到底会造成什么后果 他会很单纯地认为 我只要改变了这个政府 我只要改变了这个制度 其他东西就自意 就算到桥头自然正 我听很多都是这样 很简单的 只要有投票就可以了 没错 只要我搬了别人的系统过来 不管别人的系统在别人的国家 到底会否有效 可能未必有效的 但是他觉得搬过来 总之在我们那里都一定会有效的 如果不有效 我就迫到你用武力也好 用什么手段也好 总之不行 我都要按到你就可以 就像大家长那样 我觉得是为你好 但是其实你不去计中途的成本和后果 你不去计较你可能发生的生灵涂炭 或者是民族的毁灭 你不在乎帝国主义再次踏上中华大地 所以为什么近代史很重要 就是说你没有一个近代史的基础 你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再找他 有帝国主义的妙头在我们国家 有任何的发展 国家命令要掌握在自己人民的手里面 好 我又问一下 你有没有尝试过将他们带出这个思想的漩涡 想在一些比较轻的地方去改变 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你都放弃了他们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改变他们那种思想 但是我可能平时会聊天的时候 会说一下我们大陆有哪些有趣 或者我觉得很正面的一些地方 做得好的地方 算是让他们有多个印象在那裡 就是说想起大陆的时候 你不只是想起一些虚構的地獄 而是想起我这位同事 昨天说过大陆有哪些有趣的东西都很好 想给他一些这样的印象 我可以做的东西是有限的 成功的 我不知道的 我有这样做的 就是我不会特别在他们面前 附和他们去说 如何不好 就是我不会为他们的圈子 OK 所以你就不会去附和 但是又不至于很硬和他们抗衡的情况 是的 没办法的 因为同事的资历比我高 那我也不想 OK 就是你在里面做小的 我都要一些俗世的限制的 哈哈 有没有交往过一些 譬如香港的男朋友 没有的 我心如止水没有什么世俗的想法 不是吗 其实你是不是读佛学 你还以为 不是的 我只不过是真的 对这方面没有什么想法 OK 没有跟他们要深交过 最多只是去到朋友 没有的 但是学士或者喜欢的男孩是德国人 所以其实 哦 喜欢外国人的 不是 只不过是很喜欢的人 是德国人的 不是说什么的 是 不是宋阳美爱的 是刚刚才 因为各种的 因为他真的很英俊 很英俊 其实喜欢英俊 就不一定是外国人 只要他英俊 就OK 我没问太深了 都是很难答 只不过是因为我本身 那份人不是很喜欢社交 所以其实主要是认识的人少 所以没有遇到适合 所以其实我不是很强求这件事 OK 好 我就问一下 除了你和家人的相处时间之外 在香港你失去了些什么 我觉得 失去了去了解自己祖国的机会 OK 即是跟不到他们向前的步伐 譬如你刚才说 回去有些很新鲜的 新东西 这个其实已经是比较浅层的 更多我觉得我对自己的祖国 其实不是那么了解 或者不是我想了解的程度那么深 我发觉我对自己的同胞 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包容 和那么尊重 就是会反思回自己 就是会变成 原来我以前曾经对我自己 同胞有过那么多偏见 或者有一些那么合习的想法 因为我有时 有些香港不是那么友善的体验 会令到我反思回自己 原来我都可能是这样的人 又不可以说失去的 其实懒絲都是一种得着 但是就变成 现在我有很强力的欲望 是我在大陆会想多些去旅行 多些去见识一下 就是加深认识 就是不可以觉得 我在香港一个很流通的地方 我就真的可以掌握世界 什么都知道 有些事情是要亲身去搭捉那片地 你才会真正了解 为什么会有人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生存 为什么有些人对幸福有不同的定义 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经常说 譬如90后00后在内地要躺平 你觉得你现在以你这个视野 可能给内地的朋友看多些 你会觉得内地的发展好些 还是香港的发展好些 如果香港 好了 那到底嘉宾觉得 内地还是香港的发展会比较好呢? 下一集回来会继续和大家分享 不想等 又或者想听回原汁原味版本的网友 可以去回忠出来播放的播放列表 找回2022年8月16日的直播听回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欢迎留言聊聊天 但记住 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